趣味探索性无庸置疑,黑洞是宇宙中最怪异、最神秘的天体。 很难想象得出,一颗普照万物的明亮恒星,在燃料用完后,净突缩成一个连光线都不肯放过的贪吃黑洞。 由于黑洞具备强引力环境,在过去几十年中,科学家对黑洞研究,基本上算是只善谈兵。 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精美的黑洞图片,纯属虚构。 4月10日21时,世界首张黑洞,真实照终于在世界六个地区同步公布,真正的庞然大物被逼现身,按伊斯坦相对论又对了。 不过跟清晰而又精美的黑洞构想图相比,真实照可能有些令人失望,画面看起来既模糊又单调。 看到这张黑洞照片后,有人想到了燃烧的蜂窝煤,发现炙热的蜂窝煤中,竟也存在着九个类似于黑洞的形状。 即便如此,这张黑洞照片也来之不易。 来自全世界的200多名科学家,以过去十年研究数据为基础,将分别位于南极、智利、墨西哥、美国、西班牙等八个站点的射电望远镜组合起来,构成一个口径,等同于地球直径的虚拟望远镜,即是见世界望远镜。 其中也包括了来自中国的十六宁科学家。 在银河系中,中心黑洞距离我们2.7万光年,大小约为太阳质量440万倍,这可能是一个质量大的惊人的天体。 不过,大家先不要吃惊,因为首张黑洞真实照中的黑洞,是一个距离更遥远,质量更大的黑洞。 此次公布数据显示,照片上黑洞为M87,距离我们5350万光年,质量为太阳65亿倍。 跟银河系中黑洞相比,M87黑洞,才是真正的庞然大物。 黑洞是一个不放过任何物质的贪吃鬼,所以它不向外界反射任何光线,这也跟我们制造了困难,无法直接观测到它的尊容。 不过黑洞的强引力,牢牢地将大量气体吸附在吸机盘上,它们围绕着中心阴影区做圆周运动。 我们可以借助,被强引力加热,到发光状态的气体,来确定黑洞的缺陷位置,从而对准黑洞进行拍照。 强引力也证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正确性。 正如爱因斯坦预言那样,照片上发光物来自光环外围,而中间阴影内,所有一切受强引力左右,真正的黑洞可能比阴影还要小几倍。 未来随着更多射电望远镜,和更多科学家的集机参与,相信很快就有下一张黑洞照片。 总之,黑洞照片意义重大,对研究宇宙演化,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更有趣的科学探索内容,请关注唯一,有趣探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我。